大家好,欢迎来到玉石房 上次我们说到 新朝维持了短短15年就走下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汉式皇族后裔 刘秀重新建立的政权 因都于洛阳地处在长安以东 故史称东汉 那么这个刘秀是何许人也呢 他是汉景帝之孙冲林侯刘买风的后裔 因汉武帝的推恩令 其祖辈爵位不断降低 但他附近刘青史已经只是个济阳县县令 刘秀九岁丧父 由叔父刘良抚养 但他终究是皇族后裔所以能进入太学学习上书 公元22年的刘秀没什么宏图大志 只想做官当做执金武 取西当取英丽华 前者是品质不高的治安官 后者则是当地富豪的角色千金 彼时刘秀已27岁 除了空有皇族名号外 一无官职二无财富 他那两个小目标仿佛是痴人说梦 如果没有新朝末期那场大乱的话 当时繁忙浪潮席选各州郡 南洋地区诸多刘氏子弟起立 刘秀也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就和几位兄弟一同在冲林骑兵 起初兵威将寡装备极差 刘秀本人甚至是骑牛上阵 为了庄大绅士加强了实力 冲林军与陆林军联合 先后于比水玉阳等地击败新莽军队 一年后汉宗室刘璇在婉城 被陆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 改元庚史刘秀被任命为太常天将军 公元23年3月 往往的反击到来了 他派大司徒王循大司空王毅领兵百万来攻 五月大军压警 刘秀的部队撤置昆杨 敌众我寡 守城几乎无望 很多将领都想退守竞争 经历了战火的淬炼 刘秀已经开始觉醒独到的战术眼光 他指出如遇分散事无俱全 且昆杨位置重要 若被攻破 一日之间诸步一命 所以他决定固守 并轻率13名骑兵 星夜赶赴定陵县 沿线调集院兵 五月底 王毅君向昆杨城发起进攻 守军死死坚守待援 六月一日 刘秀不负诺言带来胜利军 向九战疲惫的王毅君发起进攻 他轻率精锐反复猛冲杀敌千余人 使势气大震 随后又挑选三千勇士 迂回到敌后 向其营仗发起突击 一举杀死王群 昆杨守军见状 趁势出击 王毅君大乱纷纷溃逃 是以一举击溃新朝政权的主力部队 刘秀可谓战功捉住 但就在大胜之际 他得知自己的长兄刘衍 因遭庚史帝猜忌被杀 刘秀思虑良久 认为现在还不到翻脸的时候 所以他蒙回婉臣 丝毫不以战功为傲 反而忏悔兄长范尚 自己也有过错 庚史帝见刘秀如此谦顺 又心力大功不好降罪 只能以高官绝路拉拢 虽败他为破鲁大将军封五姓侯 刘秀凭借此时的地位 赢取了忠情已久的英丽华 乍看之下 他好像是忘了杀松之仇一般 但这种塑料和鞋注定不能长久 当时北方邯郸又有人撤乱资历 刘秀奉命北投 他甚至自己功高震主 若回去早晚被杀 所以在任务完成后公元二十五年 他手握重兵在洛阳登基 国号汉改元建武 与庚史政权彻底决裂 当时陆林军正与另外一股石林赤梅军互相攻防 与刘秀决裂使得庚史政权失去了核心战斗力 被赤梅军攻入长安 庚史帝刘璇投降后被溢死 刘秀把握双方两败俱伤的时机飞速进军 一举降服赤梅军 解决统一路上的心腹大患 由此可见 刘秀最擅长的战术 是先利用各种手段消耗一群锐气 带其疲惫 再以优势兵力勉工 这说来简单做起来来 尤其考验指挥者的眼光及其目色的配合 恰好刘秀和汉军在这两点上做得很好 所以此后十余年间 他能逐渐消灭各地伶俐的小政权 至公元三十六年 其对手已经只剩下称帝于蜀地的公孙树 刘秀派大肆骂武汉 从令南北两路大军进攻一周 武汉遵循刘秀的敌批再战策略 在广都大败公孙树的军队 试年十一月 汉军包围城中 先势敌已弱 诱导公孙树军贸然出击 在城外隐蔽的汉军精锐两边夹击蜀军 大败公孙树战死 至此 刘秀终于克定天下 结束了新朝末期以来的乱军 回顾这段真容岁月能发现 后世人眼中神文圣武的汉光武帝刘秀 不是一招恋成的 而是凭借个人奋斗 在乱世统一的历史进程中 不断把握历史机遇 最终取得的成功